你把PB等于这个东西N把它拉成什么 这个重量除以什么 重量除以分子量 对 然后把这两个交换乘上去除下来 然后变成Pm等DLT 这东西就是D 这东西就是D 可以吗 Pm等DLT 2ATM等进来 这个就是你的平均分子 这是平均分子 这是我要求 D可败带 有吗 每升5.06克 R0.082 60加273 好来先看一下这个是值得不OK 好再讲一次好不好 来 这个平均分子量代表它是混合器 平均分子量不算 要从PB等于NRT这个地方来 PB等于NRT它呢可以经过化解 变成Pm等于NRT 可以变成Pm等于NRT 跟我们以前学习的东西要增弃密度法有关系 好 然后呢 这个M 它是混合物的状态 它就是平均分子量 P呢 2ATM2带进来 这是我要求的位置数 等于5.06 D5.06 屏幕有购 0.08100就要知道 然后呢 温度60度C加273 可以吗 可以好 所以是不是算得出来 M算得出来 我这些答案好不好 我这些答案 算了 我这些答案 呃 诶 你有算吗 你有算吗 照一下 太照照了 那你可能写到这个 就是短的 那我再给你自己 我可以直接操出来吗 这个会算吗 对不对 算不算啊 绝对算不算啊 只是我现在真的太累 真的没办法算 懂我意思吗 好 这 我自己认真 我是绝对算出来 所以上台是69 很棒的出值 可以吗 好来 来先整理一下 好 先整理一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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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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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再来看一下 想到平均分子量会想到什么 请问平均分子量怎么求 我们一开始教平均分子量怎么求 比如说空气的平均分子量 28.8怎么来了 是不是氮气的比例乘以氮气的分子量 再加上氧气的比例乘以氧气的分子量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来了 所以我们稍微回忆一下 平均分子量怎么求 平均分子量等于某个东西的比例 这个叫做莫尔分率 这叫比例 乘以这个东西的一个分子量 再加上另外一个东西的莫尔分率 莫尔分率就是全部集莫尔 然后分支你集莫尔的那个分数 这个莫尔分率再乘以另外一个东西的分子量 如果你有三个以上东西就要继续再加下去 懂意思吗 好 最后出来就是什么 平均分子量 好 但这个东西呢 跟我们第二题要求的就有关也 第二题要求的是分解百分率 到底几%分解量 来 我们来看看 今天 假设 假设 有α的比例 分解量的也就是假设 分解百分率 分解率 为α 假设分解率为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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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意思 那你要怎么算 就是代表 我们假设 对不起 假设分解率为α 代表这个α一定是一个分数 知道吗 它一定小于1 为什么 这个东西一定小于1 比如50%就是1 2分之1 懂 意思吗 好 在假设一开始有 一模 一开始这里有 一模 好 假设 一开始 有 一开始 一开始的N2O4 有 一模 一开始N2O4有 一模 那怎么求 这边是不是 一 反应前 这里是不是一模 对 减掉α 你有α的这个 莫的部分 被分解掉了 可以吗 所以这个是不是加2α 先看一下 目前为止 OK 我的分解百分率是α 1 1 小于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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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分之1代表我就是 一模的5分之1被分解掉 嘛 对不对 啊因为这个比例关心 再少5分之1 再次是多 多了5分之2 所以最后是1-α 如果α是5分之1的话 1-α是不是就5分之4 听懂吗 然后这地方是2α 目前听懂吗 好 从这个地方可以算什么 可以像这个x1跟x2 可以像这个x1跟x2 为什么 我们其实 我们只要把x1跟x2 带上来 我们整个都可以算啊 m1跟m2是什么 n2o4跟no2 你可不可以算 可以吗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为什么这地方可以算莫合理 因为总莫数是多少 总莫数多少 1-α加2α 1-α加2α 等于多少 是不是1加α 这是我的总莫数 听懂吗 好 这个n2o4的 莫尔分率 是多少 是不是总共的1加α 分之它的1-α 听懂吗 听懂吗 可以了 那那个no2的莫尔分率呢 是不是全部的1加α 分之这里的2α 1加α 是不是这两个加在一起分之它就是它 这两个加在一起分之它就是它 这样可以吗 听懂吗 可以哦 好 有这东西就可以带进来这里 怎么带我们来看 n8 69 平均分子量 刚刚算出来吗 这69 69等于什么东西 1加α 分之1-α 是不是这个百分率 是不是百分率 乘以它的一个分子量 它的分子量是多少 它分子量的n2o4 如果是这个地方加起来是28 28 28 这边是32 32 32 64 加6 4 加起来是92 乘以92 加上 这一个的莫尔分率 是不是看这个 对不对 这一个的莫尔分率 是不是看这个 也就是看莫尔分率 1加α 分之2α 乘以 这个东西的分子量会算 会吧 92除以2 就是46 可不可以上来吧 可不可以上来吧 可以吧 阿巴尔分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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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.33 可以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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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讲一次喔 好不好 我算出了平均分子量 平均分子量 一定跟这个有关 然后呢 他 我算 分解率 我一开始分解率 阿巴 1-阿巴 加2阿巴 因为这1比2的比例 所以这2阿巴 加起来1加阿巴 1加阿巴 1-阿巴 1-阿巴 非常好 可以吗 好 可以的 我把自己加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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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劃力了 好 好 可以把手放在一旦的手上 可以把手放在一旦的手上 這地方我先拆掉好不好 這地方你先拆掉好了 拆掉 來 第三小題 第三小題要問我說N2O4的分壓 P N2O4的分壓 這個N2O4的分壓 分壓我們之前怎麼講 是不是總壓 總壓 乘以什麼 它佔了一個末分率 有沒有想 總壓乘以它佔幾分之幾 總壓是多少 題目給多少 題目每個 欸有給 題目這也是2 對不對 它的末分率 你 alpha算出來了 你N2O4的末分率 不會代表就算出來 是不是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是不是變成 1加3分之1 分之1-3分之1 3分之4分之3分之2 是不是2分之1 天龍是嗎 這是2分之1 這是2分之1嗎 對不對 好 所以是不是2乘以2分之1 2ATM裡面有一半是這個都分壓 所以是1ATM 這是第三題 第四題我一起講好不好 你們大家一起抄 因為這兩題真的比較簡單 求KP 欸 KP怎麼熟 KP怎麼熟 把那個東西怎樣 帶進去就好了啊 你是不是PNO2 PNO2 然後怎樣平方 對不對 然後PNO2或4平 PNO4一次方 是不是直接把這東西拼了 這個東西 這個平方再分子 這個東西再分母 對不對 啊這個東西在哪裡 是不是在這裡 所以2Alpha 2 欸你的壓力 你的壓力算出來 你的壓力算出來 你2ATM 你的木偶分率是2分之1嘛 代表2ATM 你裡面有1ATM 是他有1ATM 是他嗎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怎麼這樣 你這東西就是什麼 1然後1平方 那打成1 可以嗎 打成1 懂意思嗎 可以吼 OK 那是欄位好不好 那是欄位 那是欄位 1ATM 對不對 他是1ATM 可以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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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沒問題 我們就下課好不好 沒問題就下課 好 那我們之後應該是 至少這學習 我們都可以來這邊上課 好 可以嗎 可以嗎 後面這台是 你怎麼那麼快要熟 你有沒有吵 你有沒有在聽我講啊 你怎麼吵 你聽得懂嗎 真的有在聽啊 真的啊 真的啊 你怎麼會講 口邊 點這個 不能聽 都聽咯 所以 你怎麼會聽 好 OK OK 好 那影片我到時候再給你 再給你一下 請